我是小林子 说一个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的故事 妹子是个有着模特梦想的服务员 这天啊 约了经纪人在餐厅店面 美女说 妹子拍的照片啊 太奥特了 要拍一些翻摄一点的造型 本来妹子想让美女介绍个摄影师啥的 结果美女说 她这边的摄影师啊 价格都很贵啊 以妹子现在的经济状况 肯定承受不了 妹子下班时 看到墙上贴的小广告 免费拍照 睡手啊 就撕了一张 回到公寓时 碰到邻居男正在捉老鼠 妹子展示了自己强悍的动手能力 一根铁丝做个套环 立马成了朴鼠陷阱 这先说的动作 把邻居男看得一愣一愣的 为表感谢 他和妹子有空啊 一起喝啤酒 这是要约的节奏啊 可惜啊 美好就是这么的短暂 妹子拨通了小广告的电话 贺梦正式拉开了序幕 对方把地址发给了妹子 合天 他便带着拍照的行动 来到了这个工作室 一看就不正规好吗 居然有个柯药男 趴在箱子上睡觉 徒子正在给一位 穿着比基金的女孩照相 并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卷毛 跑过来迎接妹子 神经质顶着妹子换好衣服 拍了一些美美的照片 徒子突然表示 需要拍一些裸露的照片 搞了半天 些坏怂都是想拍裸照啊 妹子立马费然走人 回到家中心情有些低落 突然有人敲门 原来是神经质 送来了刚刚拍的照片 妹子对他可没什么好感 无视现异情 非见即到 草草应付了几句 便说自己有事情要忙 关上了房门 万万没想到 晚上妹子出门扔垃圾的时候 神经质趁机钻进了房间 妹子睡到半夜 被一些奇怪的声音惊醒 打开灯一看 神经质竟然在拿着手机拍照 没等妹子跑出去 就被他抓住 绑了起来 邻居男听到打斗声 赶紧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刚准备帮妹子解开绳索 就被神经质捅了几刀 然后在邻居男的注视下 强行和妹子发生了关系 激情过后 神经质看着已经挂掉的邻居男 一脸都不知所措 打电话叫来了拍照的两兄弟 胡子一看就是惯犯 先是在刀子上留下了妹子的指挥 然后擦拭了神经质摸过的地方 又让柯药男给妹子灌了迷药 直接带走 当妹子迷迷糊糊的醒来 发现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室 柯药男正在自己身上 做着恶心的事情 神经质进来后 猛的把柯药男推到了一边 看得出神经质还是喜欢妹子的 这时妹子说想喝点水 柯药男竟用自己人工水壶 给妹子撒了一些氨水 神经质又和他扭打了起来 胡子进来后 让神经质把妹子清洗一下 换着衣服 等一下这三个人家的父亲会过来 妹子就故意装作虚弱的样子 趁着神经质给自己换鞋的孔当 拿起水桶将他砸晕 然后从窗户爬了出来 到了外面向路人求助时 才发现语言不通 有一位会讲英语的警察 把他带回了警局 原来这三个变态 把妹子从纽约带到了保加利亚 这时进来了一个黄发女 告诉妹子 她负责一个专门帮助 若赖女孩的庇护所 等一下可以带她去美国大使馆 妹子觉得 这是警察叫过来的人 应该没事 便跟着她到家里去换衣服 万万没想到 这黄发女其实是神经质等武器 她把妹子又带回了地下室 真是刚出虎穴又如狼窝 此时三个变态的父亲过来了 这货更不是什么豪鸟 用电机棒疯狂的欺负妹子 妹子最后被折磨的呀 都快不成人样了 三人为了毁尸灭迹 在地下室挖了个大坑 准备把妹子活埋 没想到房子下面连着下水道 而下水道的水泥 年久失修竟被压断了 箱子也掉到了下水道 妹子靠着自己强大的生存技能 活了下来 下水道的一个出口通到了教堂 牧师倒是个好人 给妹子拿了些衣服食物 此时妹子开启了无敌复仇模式 导演也把坏蛋们调成了弱智状态 独自喝茶的神经质 被妹子骗到了下水道 妹子用绳索套着他的脖子 然后绑了起来 你呀不是喜欢用刀吗 妹子便用刀 他在身上画了几个大大的口 科药男正在酒吧循环作乐 妹子在灰烂中 给他的酒里下了药 中招后便急匆匆的往厕所跑 妹子早已在这里等候着了 直接一个飞踢 然后把他溺死在马桶里 那个最变态的父亲 在教堂祈祷时也看到了妹子 通过铁门拦到了下水道 妹子搬起石头砸晕了他 这边他醒来 四肢已被绑住 你呀不是很喜欢电棒吗 妹子便用电棒残虐了这个变态 还不解恨 又把一根接了高压线的铁丝 塞进了他嘴里 并启动了旋转按钮 对时变成了红烧猪头 黄发女回家后 看到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妹子敲晕带到了下水道 看到神经质儿子被折磨的惨状 心如刀割 这痛不欲生的样子 活该 胡子回来后 睡着地下室的大洞 在下水道里看到了 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神经质 身后的妹子 一个闷棍 把他干倒在地 这家伙鬼主义最多 应该享受最高级的惩罚 妹子做了一个铁夹子 直接夹饱了他的两个暗唇蛋 这时 警察也在牧师的指引下赶了过来 警告妹子马上停手 胡子呢 猛得起来想要勒死妹子 警察一枪 给胡子直接爆头 妹子一脸平静的准备离去 警察意识到之前 由于自己处理不当 给妹子造成了伤害 愧疚的对妹子说了声 Sorry 妹子一眼还眼 复仇结束 总算可以安心的去大使馆了 最后我想说 免费的东西 要不得嘞 小伙伴们 拜拜 关注及订阅小林 让我们一起畅游 电影的世界